好 接下来看到现议员 傅国渊21号咨询 首先是要求民进党立委总召科建民的失言 应该要向花莲人道歉 并且是负责任的下台 那么傅国渊表示呢 因为地震对外的交通受阻了 那么农特产品出不去 游客也是进不来 各行各业是大大的受影响 除了对农产品提供补助 其他民生物资 也应该要补贴运费 现议员傅国渊 21号咨询 首先要求民进党立委总召科建民的失言 应该向花莲人道歉 并且负责任的来下台 傅国渊表示 花莲因地震对外交通受阻 农产品出不去 游客也进不来 各行各业大受影响 除了对农产品提供补助 其他民生物资也应该补贴运费 傅国渊也针对了建设 教育农业等议题 咨询相关局处 灾后重建的问题 那因为目前有许多大楼 还是贴着红单 那有关是不是拆 那我在这边也有提出来 包括我们花莲市区的华尔街大楼 以及富裕金华大楼 是不是要拆 那由我们花莲县政府 陪同这个专业的这个技师来研究 但是不管拆与不拆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我们周边这些乡亲的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因为如果这些受损 这么严重的大楼不拆 那是不是可以再承受 下一波的这个地震 这个他们的安危 我们也都花莲县政府 都要来顾虑到 我们校园安全的问题 以及我们校园有这个霸凌 甚至我们学校老师跟校长 没有以身作折 那我有提出几件 那也希望我们的政风处 可以去查 是不是有违反我们的相关法律 这个都让那个政风处 去调查 那再来我有提出 针对这一次这个亚泥 亚洲水泥 目前在富士村第10岭 它的上方有大量的 崩塌的一些死为死 那已经危害到 这个富士村石林 这些村民的安全问题 那我要求农业处 水土保持科提供 相关的这个资料给议会 但是因为华联县政府 以这个个资保护法 还有甚至注决权法 来拒绝我们花联县议会 索取这个相关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 我在议会讲得很清楚 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应该要公告 在这个网站 让人家去查询 所以这个资料是必须提供 给我们花联县议会的 那再来本期再度的 跟花联县政府来要求 这个机车可放 其楼这一案 是中央增设90支三条条例 按照地方的需求 来自治相关的自治条例 我们花联也需要这个条例 修制以后 可以供我们的民众 来做申请 要跟不要都由民众来做决定 对此县长许正卫表示 开放棋楼要从长计议 记者综合报导